爵士美男带着白露到皇宫救出了火凤仔仔 还帮辣辣解除了勒紧骨头的法器 然后又去解救那些佛像死阵里的人 白露拽着袁心碎来到了那个食人血肉的祀堂 袁心碎发现这些佛像渗透着血腥味 白露满眼期待地看着袁心碎 能弄开这些佛像吗 他倒是想把那控制佛像开合的令牌偷出来 可那东西是大祖老随身携带的 根本没有下手的可能 只见袁心碎抬起手 一个又一个的光阵从他指尖浮现出来 打开佛像简单 但我们脚下覆盖整个空间的死阵无解 这时白露随手给袁心碎和自己各戴上了一个面具 虽然里面这些人都是可怜人 但是也要以防万一 怕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他们看见了他和袁心碎的脸 不接受他们的帮忙最后还反咬他们一口 去讨好白家求生 那他岂不是白做了功夫 随后袁心碎手指朝着佛像的方向轻轻一点 一道金光飞向那些佛像 咔嚓一声 很轻地脆响 佛像就被打开了 里面那些人纷纷抬起了头 见到白露的脸后他们一了 好诡异的面具 其中一个睁着浑浊的双眼 是 是来救我们的吗 什么救我们的 看他身上穿着的就是白家弟子的衣服 白家人 你们都不得好死 有女人已经开始冲着白露脱口水尖叫了 你们白家人都该去死 你们就是一群嚼人血肉的恶魔 你们会遭报应的 所有人都用怨恨至极的眼神看着白露 像地狱里涌过的超伤的厉鬼 白露太熟悉这样的眼神了 因为他自己就是带着这样的眼神被抛下魔剑的 窝躁 原心碎皱紧眉头 一抬手那个骂人的女孩就直接从佛像上被撕了下来 狠狠摔在了地上 随后那些骂人的声音消失了 女孩跪倒在白露他们面前 不可置信地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 我 我出来了 然后原心碎再次一抬手 其他的人也从佛像上被分离出来 他们拖着这腐败不堪的身体像一句句形式走肉 那个最早开骂的女孩 眼里满是一过的看着白露 声音颤抖地说道 你不是白家人吗 为什么 白露知道他是想问为什么救他们 直接打断他的话告诉他 我不是白家的人 我也没办法救你们 而这时原心碎发现白露居然将他护在了身后 不让原心碎开口说话 尽量让这些人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 原心碎眼里略过一丝惊喜 我娃娃在保护我 白露继续说道 现在你们有两个选择 要么现在去死 要么回到佛像里继续受折磨 没有人想死 这是白露的认知 这些人或许会骂他 也或许会和白家人告状以此来邀功换取自由 所以他提前安排好了一个假白露 不管祖老们再怎么怀疑 也不会怀疑到他身上 而人心碎 等会他自然有办法彻底的撇干净他 白露深吸了一口气 他已经做好了被这些人埋怨和背叛的准备 扑通一声 一个男人突然对着白露跪了下来 扑通扑通 接二连三的有人对着他跪了下来 有些人伤得很重 膝带已经不能弯曲了 与其说跪 不如说是生生将自己已经扭曲的腿再一次掰断 狠狠地砸向地面 白露无比震惊 下意识地往后退去差点摔倒 身后的原心碎一把搂住了他的腰 下一刻那些跪着的人气声说道 姑娘 请帮我们解脱吧 请姑娘毁了这个该死的地方 拜托了 这些在死阵中备受折磨的人 宁愿去死也不愿再回佛像受折磨 随后他们七七跪倒在地 要求白露帮他们解脱 毁了这个死阵 令白露震惊不已 他上前扶起跪着的绿衣女孩说道 不用跪我 是我先受了你们的恩惠 他们彼此间对视了一眼 绿衣女孩认出面前的恩人 居然是白家大祖佬上次带来的姑娘 女孩上前对着白露和原心碎做着衣 两位的恩情无以为报 只希望两位恩人能够一声顺住 他转而脸上露出一丝愤怒的表情 可以看出对这个祠堂深恶痛绝 恩人 可以毁掉这个阵法吗 只要这个根源还在 还是会有人受气毒害 白露转头看向原心碎 原心碎心领神会 随手搭在白露的肩膀上 只肩在他的耳垂上黏了黏 有些不太乐意地说 获死症很累的 白露也知道自己今天提的要求有些太多 是不是要给这男人一点额外奖赏 于是问道 你有什么想要的吗 一个小神经的强者 一直徘徊在他身边 一定是需要他做什么 原心碎还真的认真的思索了一下 这个吗 然后他看着白露笑了笑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 你先欠着吧 下一刻他的手摁在了阵法上 那巨大的阵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崩溃 那些将死的人看着眼前的一幕 好像松了一口气 终于要解脱了 而正在这时 绿衣女孩忽然抬起头 颤抖着手递给白露一个令牌 云人 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 其实我并非是无父无母没有依靠的孩子 我自小娇生惯养 只是和家里人吵嘴了我才出来 帮我把这个令牌和这封信给百草山庄的庄主 白露几乎没有迟疑地就接过了他的东西 惊异地看着令牌 他终于知道为什么他看着这女孩总觉得眼熟了 原来是那个败露家族的孩子 他哥哥就是那个圣麒麟的主人 他和他哥哥真是像了八分 你哥哥是不是叫庄贤 女孩猛地眼前一亮 激动地握住白露的手 你见过我哥哥 他 他身体还好吗 白露看着面前的女孩正在一点点消失 眼里满是悲伤 你哥哥很好 他觉醒了圣麒麟 你们百草山庄未来会好的 女孩这时声音里透着惊喜 那就好 那就好 恩人 感谢您 再见了 女孩留下最后一句话 阵法轰的一声崩溃了 他们每个人也跟着如烟灰消散 在彻底消散之前 白露心里五味杂陈 他有遗憾没有救活他们 但能帮他们解除痛 也总算安心了点 他想着一定会为他们讨回公道 不会让他们白死 白露随即凝聚灵力 狠狠砸向了整座祠堂 然后整个空间都开始崩溃 最后露出了加瓷原本的样子 一切恢复了平静 但白露的内心久久不能平息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先杀地基 再破白家 魔族必出 血债必清 绝世美男想和美女一起睡 遭到美女无情的拒绝 就在刚刚他还是帮了的大忙 破除了那折磨人的死阵 中邦死阵里的人解脱 白露用灵力将整座祠堂恢复原貌 并在祠堂留下磨元素印记 让白族那些人以为是魔族云涅淡的 绑完这些天色也不早了 于是他对原心碎说道 你先去红颜楼睡会儿 免得他们觉得你一个小神经的阵法是 在白家还抓不到魔族人 我去皇宫把摆变化回来 原心碎皱眉 你不陪我睡 谁叫我娃娃天天往外面跑的 白露一听立马害羞的满脸红霞飞 诧异的我 睡觉 为什么要陪你睡 原心碎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 那双绝色的眼睛阴沉压下 逼近白露说道 你是我的娃娃 当然要陪我睡 不是一直都这样的吗 白露用手挡住他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等会 你之前也是和我的躯体一起睡觉的 原心碎不仅想起了和枕头一起的美好时光 眼里有了一丝笑影 是啊 白露急切地问道 你睡觉是怎么睡的 原心碎挑眉看他 并纯真的用手指向眼睛 睡觉还能怎么睡 闭眼睛啊 白露想起自己的躯体和这男人睡过 有了一种被轻薄的感觉 忽然抱紧自己 那我呢 就是你睡觉 给不给我脱衣服的 只见原心碎抬手点了点白露的额头 他觉得眼前的娃娃太可爱了 好好的睡觉为什么要脱衣服 你说什么胡话呢 白露看他一脸纯真的样子 在想到他是被常年封在关中 哪会懂那些男女之事 肯定是自己想多了 然后他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 立马恢复了平静 原心碎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一会就变脸了 但他是他的偶娃娃 必须对他好 于是说道 我等会回红年楼 那那我会帮你照顾好 我现在送你去皇宫 只见原心碎手指轻轻一点 一个阵法出现在白露的脚下 白露腾空飞了起来 瞬间阵法将他传送了出去 他露出欣慰的表情 这家伙还挺厉害 转瞬之间 他就到了皇宫的一处庭院中 轻声呼叫着 百变 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主人 令白露心头一阵狂喜 百变立刻变成了赤鸣狗的样子 朝着他跑过来 然后白露开心地将他抱了起来 百变像小孩子一样撒着脚 主人 你来得好晚 呜 百变差点就要撑不下去了 百变有点愧疚 差点让百变设行 抱歉宅宅 现在两只宅宅已经都回到了他身边 就像是一颗心被补满了一样 这时百变准备带路 让主人去看看那个苏灵燕 于是白露跟着百变朝苏灵燕所在的位置走去 没走两步 却看见了一个人带着一堆灵药走过来 白露一愣 看那人身形象百草山庄的庄贤 顿时想到了那绿衣女孩交给自己的东西 试探性地叫了一声庄贤 随后那男人听到叫声顿下脚步 白露走上前来 庄公子 庄贤顿时笑了笑 打着招呼 白小姐 白露指着他手中提的东西 问道 这些灵药是给苏灵燕准备 美女乔装改办将地基打得昏死过去 白露进攻挑衅地后 地后勃然大怒一掌将他击飞 且说百变带白露进攻打探情况 在半路遇到了百草山庄的庄贤 庄贤对白露的印象很好 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容 是地后下的令 你也是来看地基的吗 庄贤看起来还是那副脸色苍白的样子 但宫里的女奴们再没有一个敢怠慢他的 白露还没好好欣赏过苏灵燕那副模样吗 于是说道 一起吧 同时白露也在想 他要怎么样把女人留给他的信件交给这庄贤呢 这庄贤又真的值得信任吗 随后两人结伴而行 没走两步就撞见了风巡 他的脸已往好如出 坐在轿子上还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样子 他眯起眼睛打亮起结伴而来的两人 轻咳了几声 表示他在这 等着白露他们打招呼 结果白露和庄贤当作没看见 从他身边擦肩而过 风巡被这样无视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于是喊道 白露 白露听到叫声顿时停下脚步 侧过深深情带着几分不耐烦 有事 风巡一冷 心里顿时一阵隔音 就在不久前 白露还在他面前一口一个寻哥哥的喊着 现在居然完全变了一个人 没有了当初的亲热镜 他完全不理解怎么现在会对他态度这么冷淡 白露见他不说话 更不耐烦了 喊了人又不说话 什么毛病 风巡只觉一种无名之火向上窜了起来 气的话都说不全 你 而这是他身边跟着的一个随从小亲问道 公子 地基那边怎么办 咱们两家可还有婚约呢 风巡的脸阴沉沉的 他本来就不喜欢那个苏灵燕 要不是苏灵燕是凤原之躯能觉醒出神兽 他压根就不想要他 于是冷冷地说道 你觉得我会取一个没了神兽的废物 更何况他那张脸 如今着实令人作呕 是时候找个油投退了这门婚事了 废物 随从看着自家公子大发雷霆 吓得连连后退差点摔倒 白露和庄贤赶忙上前扶住了他 只见白露这时掩路凶光 虽说苏灵燕可恶 但他也看不惯风巡这些自私自利的人 然后白露和庄贤则是进了那有只虫 虫防守的电雨里 白露一眼就瞧见了那阵暴怒的地后 几个灵一阵跪倒在地抖入筛康 地上一片狼藉有杂碎的药灌 地后阴冷的声音如针刺一样 扎进在场的每一个人耳中 要是我燕尔醒过来 你们这群没用的灵一脑子一个也别想留 他转而看向白露他们这边 庄贤来了 地后声音森恶 目光落在白露身上 像是脆了毒一样 你也来了 白露看着眼前的一幕 眼中闪过一抹厌恶 他将表情演示得很好 然后白露装出很难过的样子 表妹会好起来的 姑姑您别太难过了 白露上前一步 走到地后面前 唇角翘起带着几分刻意的挑衅 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白家那边姑姑不用担心 白家有我 就让表妹好好疗伤吧 毕死就是 您老就歇着吧 白家未来的家主 是我不是你那个病歪歪的女孩 这话顿时就让神经 已经紧绷到不正常的地后发狂了 恨得咬牙切齿 猖狂 我白家什么时候 有你的小丫头骗子说了算了 地后根本压不住自己的怒 在众人目瞪口呆的眼神 下一掌座将白露拍了出去 装弦大惊失色 白露早有准备 用防御型的法器 悄悄抵挡了五分力 剩下的五分 结结实实地打在了他身上 白露惨叫一声 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 一般飞了出去 砸破木门 摔在了外面的地面上 嘴角有鲜血渗出 他眼底掠过几分算计 很快仰起头 对着外面大喊 救命啊 祖老 姑姑发疯了 姑姑要杀了我 白露想要解除自己灵兽 和苏林燕的契约 通过向大祖老套话 得知需要神兽果凝禄 到哪里去寻这么珍贵的东西呢 白露想挑拨地后和白家的关系 向地后故意挑衅 遭地后一掌鸡飞 地后因暴怒脸都变得拧曲 见人胡说八道 讨播是非 看我今天不撕烂你的嘴 然后向白露伸出手 准备置白露于死地 正在这时一股外力啪的一下 打在了他的手上 他连连缩回手后退几步 几位祖老瞬间就出现在了白露面前 一见他们过来 刚才还好的声音贼响的白露顿时脑袋一歪 口吐鲜血 二祖老连忙扶起了白露 大祖老双眼血红地挡在了白露身前 二祖老赶忙从怀里取出一颗药丸 让白露扶下 露儿 吃了这个灵珠 地后还没反应过来 大祖老满眼失望地怒斥他道 地后 你今日所作所为当真让人心寒 地基春世是露儿造成的吗 何必迁怒旁人 难道自今女儿死了就要让其他人都陪葬 地后气得浑身发抖 你们都被这个丫头骗了 分明是他挑衅我在先 一听这话 白露躲在二祖老身后 泪流满面 一脸痛心的辩驳道 不知是哪句话挑衅了姑姑 我说让姑姑不要伤心 不要为白家太费心 这也有错吗 白露一脸悲怅 演技爆棚 这回他把头低下来 人完全躲在了二祖老身后 难不成要我说表妹醒不过来 姑姑才高兴吗 地后眼底一片争鸣心红 灭障住嘴 眼见他上来就又要动手 大祖老怒喝地后你太放肆了 那眼神锐利无比 像是要直接将面前的地后 给刺穿一般 这两天白家和地后 你来无往的互相试探鸡蛋 白家想捧白露 地后只想自己女儿出风头 掌控白家和皇室 但谁都没挑明 可就因为白露这一出即将法 这一层短来就轻薄的遮羞布 终于被暴力扯开 路而我们走 大祖老冷哼了一声 到底没有和地后再多说 不好彻底撕破脸 二祖老扶着白露和大祖老 一起向门外走去 在路上白露忽然抓住 大祖老的衣袖 我是不是要死了 祖老 如果我死了 能不能帮我把我和赤明狗的契约断开 至少让赤明狗继续为白家效力 这一番话只把大祖老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一边轻拍他的手安慰他 好孩子 别胡说 你不会有事的 白露却不管 他执着地问 若我真有那么一天 能断开契约吗 要怎么做 如果我今后真遇到什么不测 也好留下赤明狗 他的心轰轰地跳着 没错 他在套话 大祖老显然是被他一片心意感动 叹了一口气 路儿我问你 除了本命灵兽外 咱们要和其他的灵兽千气需要什么 白露答道 需要咱们万兽国特有的兽神谷 我与灵兽哥吃一颗 灵兽再将自己的一滴心头血融入咱们的兽源中 气就成了 大祖老神情凝重地点头 对 就是兽神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神兽果树也有千之一的可能不结果 只开一种形如尖锥的黑色花 白露急忙问 是那黑色花 大祖老露出一个笑 花基本上活不过百日 但是万朵里还是会有一朵佛下面 花里会凝出一滴露 要那凝露才行 白露越听心越沉 这么苛刻的要求 得找到什么时候去 但不管怎么样 有方法他就不会放弃了 那白家有吗 大祖老笑出声 哈哈 傻孩子 这么珍贵的东西我们哪能有 就这方法也还是咱们白家一位祖先 偶然间得到了这凝露不知道是什么 就喝了 结果直接和本命灵兽断了器材后悔不迭 白露想着终于知道解除的方法 真是太好了 我一定要断了辣辣和苏林燕之间的契约 随后一行人就已经到了白家 两个祖老扶着受伤的白露 二祖老建议道 大祖老 不如我们去祠堂提点纯露来给露儿疗伤 纯露是什么 自然是他们宗祠里的好东西了 大祖老露出一丝笑 对 倒是我疏忽了 白露儿跟我走 我们带你去祠堂疗伤 白露闻言 脸上浮现了发自内心的欣喜 就让这些人看看 他们的根基轰然倒塌的时刻 是什么表情 这两个灵兽仔仔为了一颗肉丸差点打架 白露感叹羊仔真男 连心碎帮助教育仔仔们做人 推开宗祠的大门 大祖老还以为会像正常时候一样 看见那些华丽的佛像 但没有 里面什么都没了 只有一个空空荡荡的房间 还有一排用膜元素凝起来的字 那字还猖狂地在祖老们面前一扭一扭 大祖老激怒之下 发出了一声发自肺腑的惨叫 我白家 我白家的根基全没了 该死的魔族人 二组老激活工心跪倒在地 喉咙像是被人捏住了一样 说不出半句话 这对他们的打击是致命的 就该让这些狗砸碎生不如死才是 这才是对那些饱受折磨的无辜民众最好的赔罪 看到他们难过的表情 白露心里十分愉悦 他又要开始演戏了 脸上竟然爬满了泪痕 非败得如同一瞬间老了五十岁 他用手捂着嘴 装着很悲痛的样子气不成声 魔族愚孽太过分了 竟然做出如此卑鄙无耻之事 我白家 我白家 他淋漓一阵又不要前世地吐出一口血来 双眼一翻竟然是被直接气晕了过去 现场顿时又是一阵兵荒马乱 快 快请小神进阵法师大人 这会红颜楼里一间房间桌上摆满了首饰 原来是原心碎要给念念的躯体寻一根好看的发簪 他拿着发簪比划着 满脸失望 不好看 突然 原心碎像是想到了什么 一脸严肃地转过头问红颜楼主 你睡觉脱衣服吗 楼主一愣 紧张地舌头打结 什么 若 若是自己睡 外衣 是 是要脱的吧 原心碎宁眉 又继续问道 那如果和别人一起睡呢 红颜楼就是个封城楼 他还以为原心碎在问那档子事呢 楼主下意识地说 若是在我这楼里 男女情义相合 你请我愿的话自然是全脱的呀 原心碎盯着床上念念身上的衣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要脱 楼主下的魂魄都要没了 就在原心碎犹豫着的时候 好在白家派了人过来请他 那女奴惊慌失措地叫着 大人 我们大小姐晕过去了 大人您能回去看看吗 原心碎并没有理睬 直接抱起念念的躯体 一脸阴沉地向外走去 那女奴一脸惊恐地望着原心碎 他也害怕这个反手就能拈死他的大人物 大人 等等奴婢 但等他走出房间 发现外面空无一人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眨眼的功夫 人居然不见了 原心碎抱着念念的躯体 本还以为会看见白鹿 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场景 却没想到打开门之后 闻到了扑鼻的饭箱 白鹿和两个仔仔正坐在桌子旁 桌子 上面还摆着各种各样的肉 还有饱含淋漓可以食用的菜 十分丰盛 白鹿叫道 快进来 别被那些女奴看见了 然后只听到砰的一声门就关上了 白鹿扶着原心碎坐在了饭桌旁的椅子上 并兴奋地告诉原心碎 这些都是我从魔剑带出来的特产 保证你没吃过 你尝尝 辣辣还不会用筷子 这回正艰难地和锅里的一块肉做搏斗 白鹿也伸着筷子在里面抢 两根筷子在盆里不乱地翻紧 这是我的肉丸 辣辣也不甘示弱 明明是我看到的 白鹿无比头痛 这两个仔老是吵架了 只听他嘀咕道 两仔真是心累 原心碎脸上没什么表情 打起木勺 轻轻往盆里一敲 轰了一下仿佛有无形的气浪自两个小家伙身上扫过 辣辣和百变顿时浑身一僵 快要扭打在一起的两个身子同时安静了下来 刚才那是什么感觉 百变和辣辣同时咽了一口口水 就好像有人拿着刀黄黄抵在他们的命门一样 原心碎加了一个绿色的圆球 看向白鹿说 不会 挺好戴的 若不知家人惨死 而无仇可报才是可怜 白鹿为了要帮惨死的人完成心愿 乔装改办去给他家人送信 就在刚刚两个调皮的仔仔 被原心碎制的服服贴贴的 吃饱喝足后呼呼地睡着了 辣辣嘴角还留着哈辣子 可爱至极 白鹿好奇地向原心碎问道 你多大了 原心碎一脸茫然 忘记了 我本来还在底下墙壁上刻日子计时间的 后来墙壁刻不下来了 我也就不记了 白鹿知道 有一些有实力的人强大到一定的地步 容颜不变 肉身不服都是常识 但他想到这男人是被封印在关中的 于是问道 那你是怎么出来的 说完又觉得自己问多了 我没有想要打探你的意思 你不想说的话可以不说的 原心碎一脸认真的说道 我把九成的力量引出来 封印以为那是我的本体 就把我气了困住了那九成力 白鹿完全被震惊到 什么分出了九成的实力 他的十分之一 就是如今五周的战力巅峰小神经 这家伙也太厉害了吧 原心碎紧盯着白鹿 眼里有了一丝笑意 下次有想问的都可以问我 念念 我与你该是亲密无间的 白鹿一冷 没反应过来 什么亲密无间 是怎么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 这会原心碎眼里满是温柔 半点没有之前别人死在他面前 他也一动不动的样子 他们县族人与偶娃娃之间 都是亲密无间的 然后白鹿站起身来 对原心碎说道 我出去一趟 百变和拉拉拜托你照顾 原心碎本想陪白鹿一起去的 但白鹿这样说只好放弃 他去哪他都想陪他 并关心地问道 你去哪 白鹿表示 是去给百草山庄的人家带信 然后他推门而去 原心碎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有些不舍 忽然感觉到一阵莫名的刺痛 然后他推开窗户 向着东边望去 东边方向 万里之万 白鹿早就知道百草山庄没落了 但是没想到竟然会没落到如此地步 那空空荡荡的没几个人守着的山庄 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翻了进去 这是他躲在墙角 听到有人在说话 父亲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圣山踪 我不去 是庄贤的声音 看见庄贤和一个中年男人一起往这边走过来 那中年男人只是一位地灵境强者 而且看起来灵力很虚浮 像是以前受过重伤毁了根基的 这个就是百草山庄的庄主 庄天问 只见庄天问暴怒 一张中年发福的脸爹的通红 你不去圣山踪 你是想和我一样老死在这山庄里吗 圣山踪和我保证了 他们的宗主会亲自收你为关门弟子 圣山踪能给你的 比我这个没用的爹不知道多多少 庄贤那张温润的脸上此刻爬满了机缝 关门弟子 说是收我 其实是逼我 不过是一群强盗看中了我们山庄的灵样 打算强抢而已 庄贤已把握住父亲的手 一双眼睛里遍布心红血丝 爹 这可是咱们祖祖辈辈一生的心血 您舍得拱手让人 自那次斗兽场上 庄贤觉醒了圣麒麟 圣山踪的人便指名要他 还要他父亲拱手献上山庄 或于圣山踪的威压 庄天问也无可奈何 一脸颓丧 又有什么办法 我一个废人 根本就没有能力顾住山庄 我现在只想将你好好的送入大宗门之中 以后也不至于被人害了 多少仇家想把这个少年英才扼杀在摇篮 庄贤恨得咬牙切齿 他们为了灵药 杀了我们家多少 还有妹妹 听到这里躲在暗处的白鹿不仅浑身一阵 果然庄贤有个妹妹 庄贤紧紧地钻紧拳头 若是山庄没了 妹妹会找不到回家的吗 我们不等妹妹了吗 庄贤问眼圈一红 你妹妹 你妹妹说不定已经 庄贤因为激动骤然拔高的声音 不可能 妹妹肯定还好好的 白鹿听到这里有种揪心的疼 叹了口气 哎 可怜他们的家人死了呀 但是不让他们知道家人惨死 无仇可报才是可怜 然后白鹿抛出信物和信件 这些东西趴得砸在庄贤面前的地上 庄贤不仅大惊 谁 白鹿竟阴差阳错地得到了能解开契约的名录 终于可以解开辣辣和苏林燕的契约了 就在刚刚他帮惨死的人的信件送给家人后 心里顿感轻松了许多 别人的遗愿完成了 随后白鹿飞速后退要跑了 庄贤看着白鹿的背影喊道 等等 请留步 我们不过去 就站这问几个问题 然后他捡起地上的信件 激动地问 这是我妹妹的东西 他还好吗 白鹿顿住了脚步 他沉默了一瞬压低声音道 你们看信就知道 庄贤一脸欣喜地打开信 却在看见里面的内容是僵住了 他的手开始微微发动 里面的字就好像刀一样 一下下凌迟着他的内心 心里一阵剧痛起来 眼里饮满泪水 一旁庄贴问看他难过的表情 连忙凑不来看信 怎么了 玉儿在信里怎么说 这一看还差点要了庄贤问的老命 开始还以为得到女儿的消息 能很快见面了 哪知道确实噩耗 庄贤问猛地捂住胸口 急怒攻心之下呕出一口血 白家 白家怎么敢 庄贤连忙扶住自己父亲 他满脸苍白 父亲 声音里满是悲凉 庄贤问伤心过度直接晕了过去 庄贤让人把父亲带去房间休息 之后他走向白鹿 想再次确认一下信里的真实性 姑娘 他的字迹 你们应当认得出来 庄贤双眼血红 紧紧地握着妹妹的信物 额头清净一根根地抱起 白家 我庄贤 此生与你势不两立 他转而强装冷静 姑娘 小妹说您是他这辈子都无法偿还人情的恩人 但凡我们百草山庄有的 您都可以拿去 白鹿心思一动 这地方灵要众多 说不定 他没抱多大希望的问道 你可有受神果之花宁出的路 庄贤一脸惊恶 姑娘怎知我们百草山庄有 白鹿急切地问 此话当真 庄贤心底悲痛未消 但不敢怠慢恩人 非常爽快地说 当真 姑娘请随我来 然后他们一起来到了百草山庄的库房 守着库房的是一位地灵境强者 名字叫木头 按庄贤的要求他找出庄宁禄的盒子 这是姑娘要的宁禄 白鹿接过宁禄 心底一片滚烫 原本他已经做好了未来余生 都要为这东西寻找奔波的准备 可没想到 转头这东西就被送到了他手上 这真叫好人有好报啊 庄贤又说道 木头 把腰牌给我 然后庄贤手捧着腰牌 地向白鹿 还有这个腰牌 有了这个腰牌 您就能自由出入我家山庄了 白鹿接过腰牌 心里十分感激 多谢 一个势力的腰牌完全可以抵身份牌用 白鹿在万寿国可没有身份牌 到时候他回到自己的身体里时 就妥妥地成了一个黑户了 白鹿还想安慰下庄贤 你妹妹走之前还念着你的身体 希望你和百草山庄好好的 庄贤压制着心里的悲伤 我定会将山庄恢复以往盛况 让妹妹不失所望 白鹿拱手坐着衣 那我先走了 有缘再会 庄贤回礼道 姑娘慢走 她望着白鹿远去的背影 陷入了沉思 这姑娘给我的感觉为什么这么熟悉呢 白鹿回到了白家 进去房间马上关上门 她连忙跑到床前叫着 辣辣 醒醒 正在这时睡得正香的辣辣和百便揉着眼睛 打着哈欠的醒过来 主人 主人你回来了 白鹿打开盒子给辣辣看 辣辣 来 吞了下去 白鹿紧张地问 有什么感觉 辣辣砸拜了一下嘴巴 小肉脸紧绷地说 没什么感觉啊 话音刚落 辣辣身上的兽员猛地撕扯了起来 辣辣浑身抽搐 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她身上被剥离开了一样 啊 主人 好痛 我身上 白鹿终于斩断了辣辣和苏林燕的契约 灵兽辣辣也重获了自由 就在刚刚辣辣吞下明露后 浑身像撕扯般的疼痛 白鹿看着心疼不已 一把抱起了辣辣 极力安抚着她的仔仔 辣辣别怕 我一直都在 可下一刻她身上的凤云竟然开始发热发烫 一个巨大的阵法出现在了她和辣辣的身下 白鹿能感觉到凤云的喜悦之情 同时她的心脏好似被一点点的填满 像是被人挖走的一块肉终于在这一刻 慢慢地填补回来 与此同时 在皇宫里还昏迷得苏林燕猛地睁开了眼睛 啊 她发出了一声淒厉的惨叫 翻滚着扑通一声从床上滚下来 立后听见声音第一时间冲了过来 燕儿 看见的就是苏林燕不断地伸出手 往后疯狂抓着自己的几骨的魔疯样子 她身上的伤口尽数裂开 纹身抽出的大喊 好痛啊 母后 我的背好痛 好像有人在挖我的骨头 她仿佛感觉自己背后的几骨被人生生地抽离 英燕当时体会的痛感 她如今也终于承受了十分之一 这区区十分之一 就已经要让苏林燕彻底发疯了 母后 我的神兽没了 我能感觉到我和神兽的契约断了 地后大惊失色 她紧紧抱着自己最爱的女儿 不敢相信地嘀咕着 应该没人能断了契约 怎么可能 这时苏林燕快疯了 她一把甩开地后 两只手在空中乱晃 几重打击下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嘴 抖着身躯说 一定是那剑种回来了 我抢走了她的凤原和兽弹 她现在要从我手上夺走了 地后看着她激进疯狂的样子心疼不已 燕儿 然后又上前一把抱住了她的女儿 不断地安抚着 燕儿乖 别怕了 那个女人早就死了 那只不听话的凤凰没了就没了 母后会为你寻来更优秀的灵兽 她这时在心里已经打起了别人灵兽的主意 忽然想到了斗兽场上的圣麒麟也不错 于是问道 圣麒麟怎么样 装弦的那块捕头你喜欢不喜欢 实在不行 或者白鹿那丫头的便宜兽 而此刻风寻正好走了过来 站在外面听完了刚才地后和苏林燕所有的对话 令她震惊不已 脸上神情都僵住了 杀人 夺骨 竟还有这种秘法 风寻嫌弃地看了一眼苏林燕的方向 万寿果果然好胆量 竟然敢拿这种艳品女人糊弄她 不过了 那眼中算计的光芒一闪过 那换骨秘法她很感兴趣 若是我也能得到那秘法 也能决心本命灵兽 这秘法 我一定要得到 而就在这时 辣辣已经不痛了 兴奋地点着脚尖转了一个圈 主人 你看 我身上的伤口都没了 白露斩断了辣辣和苏林燕的契约 她明显地感觉到辣辣的神魂 自发地和她身上的凤云缠绕在了一起 她一把兴奋地抱起辣辣 太好了 辣辣 你终于真正自由了 这时坐在床上的摆变像打翻了醋毯子 张开双手 主人 我也要抱抱 然后白露一把抱起摆变 好好 一起抱 两个仔仔在她怀里高兴地笑得不停 忽然白露想起了原心碎 那个家伙呢 东边的一处密林之中 原心碎的长袍唾液在地上 她紧紧地看着面前乌泱泱的一片黑袍人 跪倒在她身前 你们身上的气息 我很熟悉 原心碎抬起眼 里面是一片铺茫的冷漠 但那些黑袍人因为找到了他们的少主激动地浑身发抖 领头的黑袍人静着李声音颤抖地叫着 少主 原心碎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原本以为 献族的人都死光了 没曾想 竟然还留下了你们这群人 那黑袍人声音悲悉地说道 当年我们献族人是何等风光 若不是五周的那些人贪得无厌 我族又怎会全灭 当初我们也是外出做任务被困才对以脱袭 然后他向原心碎拱手缩着衣 恨声道 少主 献族大仇未报 我们死不甘心啊 原心碎捶着眼 叹了一口气 都杀了就行了吧 那领头的黑袍人只起身子 看向原心碎 少主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暗中扩展势力 五周吃鬼谷就是属下们创办起来的 谷主的位置一直都为少主空着 这时所有的黑衣人都顶礼膜拜起来 一起高呼着 请少主和我们一起回吃鬼 白鹿准备要回到自己的身躯了 但他还要现在的躯体去做最后一件事 而就在刚刚大难不死的县族人找到了他们的少主 急于让这个少主回去主持大局 原心碎看着面前这些陌生的族人 听他们说起五周 他蛮唇冷吃了一声 好 领头的黑袍人内心欣喜不已 那少主 我们现在就走吧 谁料原心碎突然说 不行 我要和我到娃娃一起走 你们自己先走吧 黑袍人一愣 我娃娃 少主可以带着他一起走 原心碎一脸认真 他去处理事情去了 我要等他回来 黑袍人一下母圈了 这娃娃还能处理事情 不都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吗 原心碎望着白家的方向 他应该回来了 我得走 黑袍人急忙说道 属下和少主一起走 他说什么都不愿意再让原心碎自己一个人了 他们得好好护着少主 原心碎面无表情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随你们 然后他一挥手 阵法闪过 他人就消失在了原地 黑袍人惊诧不已 一脸失落 忘了问少主现在的落脚处了 原心碎一转眼就回到了白家 白露喊道 原睡睡 原心碎皱眉纠正他 是原心碎 不过很快他又松开了紧皱的眉头 他想怎么喊就怎么喊吧 都没关系 断了辣辣的契约之后 白露整个人看起来都神采飞扬的 原心碎一看他的表情瞬间就明白了 辣辣彻底就回来了 白露连连点头 正在这时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 白露和原心碎立马寻声望去 大小姐 宫里来人了 说让白家这边的人过去一趟 白露问道 祖老现在是不是还在休息 外边传话的女奴答道 是的 白露眼里含笑 祖老们身体抱扬 以后不过是需要一个问话的人 我去就好了 不必惊扰祖老们 现在祖老们躺下了 家里就只有这位天赋一禀的大小姐地位最高 女奴哪里敢说不行 好的 奴婢这就去背车 原心碎看向白露不解的问 用白露这个身体了 她要用回自己的身体 于是说道 我要用这个身体去做最后一件事 随后她看向原心碎 想着她自己原有的躯体上还有魔戒封印 若是不解开 她一回到身体就会被封在魔戒 因此问道 我身上的那道封印可以解开了吧 原心碎表示 已经把封印给你抹了 白露心里十分感激 谢了 不出三个时辰 我就会回到我自己的身躯 原心碎眸光一亮 她也不喜欢白露这个壳子 百变忽然跑过来 拉住原心碎的衣角 主人 我要和碎碎哥哥一起走 拉拉也 跑了过来 和百变并牌站在了一起 也随身附和着 我也是 拉拉也要和碎碎哥哥一起 白露笑着摸着两个小小家伙的头 也行 我这次进宫也有一定风险 你们跟着碎碎哥哥我也放心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 她早已把原心碎当做了自家人 两个仔仔交给她照顾放心的很 白露看着原心碎 她也没想到这个面上冷冰冰的人 居然还这么受宰咱们欢迎 笑着调侃道 不过 看不出来啊 你竟然这么有害 地后想夺取庄贤的灵兽圣麒麟 并想把庄贤的兽员换给苏林燕 而白露进攻正好撞进了庄贤 她一下就猜透了地后的心思 尽力阻止庄贤进攻 想搅乱地后的计划 原心碎和两个仔仔一起送即将进攻的白露 她看着来接白露的兽车没说话 两个仔仔却敌视着她 那我先走了 白露迈步坐上外面的兽车 拖车的灵兽也很急 很快就跑没影了 她一走 这边的气氛就变得古怪 两个仔仔七七往后退了一步 小肉手举气警惕地和原心碎隔开好长一段距离 两个仔仔感受着对面原心碎恐怖的气息还逞强说 我会好好守护我主人的身躯的 警告你 休想打坏主意 对我盯着你呢 原心碎眼神冷漠地盯着他们 那毫无波动甚至带着几分烦躁的眼神 她烦躁地动了动手指 准备教训两个小家伙 直让两个小仔仔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面前好像出现了一只一巴掌就能拍死他们的巨兽 而这只巨兽抬起手 在犹豫要不要终结他们的生命 但两个仔仔还是一步都没有后退 要保护好主人的身躯 这时原心碎转念一想 算了 动了这两个讨人厌的小东西 念念会生气 她压着杀气 转身往外面走 白鹿的售车一路及时来到了皇宫附近 正要进去的那一刻 售车砰的一声和什么东西撞在了一起 正在闭目养神的白鹿被撞惊醒过来 掀开叫帘 怎么了 发现两辆售车撞在一块 另一辆售车里传来一个清朗的声音 对不住 是我售车太快 然后从售车里走下一个人 白鹿定静一看是庄贤 庄贤也惊诧不已 白家 大小姐 真是有缘了 又是我们俩撞一起了 庄贤虽然笑着 但脸色看着不好看 毕竟刚接到妹妹的噩耗 她努力压下眼底的寒意 不让对面的女人发现自己 现在看到白家人就想动手杀了她 但是她怎么都想不到 面前的白鹿会是刚受了她一跪的恩人 随后白鹿由女巫扶着走下了售车来到庄贤面前 他看着那两匹一样的售车 这个点 庄贤这个无关人员为什么会出现在皇宫里 他猜测着 是帝后照你进宫的 庄贤一棱 是的 白鹿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帝后找白家人是为了问断契约的事 只有白家人知道法了 可找庄贤 白鹿继续问道 叫你拿灵药 庄贤打倒 不是 说是找我问些事情 白鹿心底顿时一寒 虽然他断了那契约 但是那白家秘书还在 现在苏林燕那恶毒的女人失了本命零售 虽然还留有凤原弹地后 会甘心女儿一对语一被折 他为了解开心里的谜团 又问道 就找你一人进宫 没找你父亲 他心里想着 庄贤的圣其林音是最好的替代品 不能让庄贤进宫 庄贤让开一步想让白鹿先进 大小姐 我们一起进群 可谁料白鹿脸色变了变之后 直接抬起手一把就将庄贤给推开 什么东西敢和我套进口 庄贤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一下棱在了原地 女奴们也镇住了 你把我的裙子都弄脏了 白鹿使劲地拍打着自己的裙脚 一脸蛮横的道 你陪我的裙子 女奴们悄悄地看了一眼 哪里脏了 明明是雪白的裙子好吗 庄贤还是没当一回事 好脾气地笑了笑了 好 等我建完地后 偏偏白鹿就是不依不饶的 他手上出现了一根法器长边 长边重重往地上一甩 我要你 现在就去给我买一条全新的裙子 女奴们吓得连连捂着脸背过身去 庄贤脸色沉了下来 白家女人 欺人态势 白鹿狠狠地甩着鞭子阻止庄贤进攻 并蛮横地找庄贤的茶 让人看起来是欺负庄贤 谁能想他确实在救人 只见白鹿拿着鞭子 冷笑道 怎么 还想和我打一架吗 手下败将 献你两个时辰内 买来一模一样的裙子 不然你今天别想活着回山庄 女奴慌忙劝说道 这大小姐 这不好吧 但白鹿鞭子朝地面狠狠一甩 他们半个屁都放不出来了 白鹿眼眸带着嘲笑的盯着面前的庄贤 一个破落山庄的人 我白鹿想杀就杀 庄贤怒意涌上肺腑 脸色涨得通红 他也不明白为何往日还十分友好的白鹿 却一下就变了脸 他几乎是咬着牙 白家真是了不起啊 白鹿立刻一声 指着城门外的方向 还不管 女奴们不敢劝如今家大师大的白鹿 只能劝说庄贤 庄公子 这白大小姐咱们惹不起 一条裙子而已 我们快去快回 庄贤只得忍气吞声地转身大步离开 只是走出一段路之后 他转头看了一眼宫门的方向 却发现那女人还是站在远处静静地盯着他 只是脸上在没有刚才那夸张的猖狂 反倒是平静得很 他背后的身躬黑曲曲的 像是一个看不见镜头的无尽洞窟 庄贤看着他愣在了原地 他隐约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 抬脚翔往回走 然而就在这事工门被彻底的关上了 而此时在苏灵燕的房间里 帝后正一下下地摸着自己女儿的脑袋安抚他 燕儿莫哭 今日母后先帮你拿了那圣麒麟的寿源 苏灵燕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浮沫般疯狂 真的吗 母后 我要圣麒麟 我也要那只变异赤鸣狗 然后他又颤抖着手摸着他那张毁龙的脸 痛苦地说 还有我的脸被毁了 寻哥哥会不会不要我 我要被退清 就会成为整个五周的笑话 帝后一脸狠辣地说 放心 母后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他转头猛的对手在门外的女奴喊 庄贤还没到吗 那女奴显然已经得到了消息 犹豫地说 倒是到了可 可在宫门口弄脏了大小姐的裙子 被大小姐轰出去买裙子了 帝后不仅暴怒 拿起一个杯子就朝女奴的方向甩了出去 那杯子瞬间碎成了渣 女奴跪在地上吓得瑟瑟发抖 帝后近乎发狂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 混账 谁给他的胆子 我要面见的人 他敢随意打发出去 转而帝后又像想起了什么 等等 你说白家人来的是白鹿 女奴声音发抖的说是的 帝后满心烦躁 我要见的是祖老 谁要见他了 谁料苏林燕却激动地拉起帝后的衣角 母后 我要他的寿元 他的比装闲的还厉害 要动白鹿的寿元 帝后还是有顾虑的 于是安慰道 目前需要白家为你效力 现在还不能动他 帝儿你放心 杀了他为我燕而索 这个阴险狠毒的帝后 竟想用幻谷术掠夺装闲的寿元 遭白鹿阻止打乱了计划 只让他恨得咬牙猎齿 而且幻谷秘术 五周禁术之一 必须有小神镜强者操控 且幻谷人不能超过18岁 一个人身上最多只能接三次寿元 比如帝后自己身上就有三颗寿元 但是明面上他是只有一块 所以帝后的实际实力 远比他明面上的实力强很多 而白家那些祖老也是 帝后听到是白鹿代替祖老们来了 不仅勃然大怒 让白鹿滚 换祖老 而就在这时白鹿已经走了进来 帝后有什么事 找我问便是 祖老们如今握病在床 怕是听不了帝后的死亡 苏灵燕一听白鹿来 脸上顿时乌云密布 情绪激动起来 帝后不想再让苏灵燕生气消耗元气 索性在女儿后警一恩 苏灵燕就昏睡了过去 白鹿 你如今是觉得一定能得到白家 所以在我这猖狂是吗 帝后目光漠然 缓缓起身 下一刻薇鸭轰然放开 鸭的白鹿只想往地上爬 小神镜强者的薇鸭 哪里是他这个初级人灵静能招架的 帝后眼露凶光 还不跪 呵呵 你以为还能像上次一样 激怒我打伤你 好让祖老们帮你 别痴心妄想了 见丫头 只要我还是白鹿唯一的小神镜强者 白鹿就与我不可分裂 受我驱使 一样的招数 用第二次就不好使了 给我跪下 只听着咔嚓一声 白鹿只觉得剧痛传遍全身 一番折磨 是他早就预料到的 只要他入宫 帝后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 但 这也是他想要的 白鹿被威压压制的吐出一大口鲜血来 痛得浑身筋骨像是凝在了一起 可他却突然抬起那张血淋淋的脸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帝后不知道怎么办 盯着他这张脸觉得分外熟悉 白鹿笑得他心慌 明明这人对高高在上的他来说 弱得和一只随手就可以碾死的蚂蚁一样 但这人却一点不害怕他 鲜血顺着白鹿的嘴角流下来 可他却笑得肆意畅哭 你怎么不问问祖老鹿为何卧病在床 你只关心你女儿 还不知道白鹿遭遇了什么吧 他的眼神 在这一刻 变得无比陌生 陌生的让帝后的心跳都变得急速起来 白鹿怎么了 帝后感觉自己在被面前这个小小的蝼蚁牵着鼻子走 可真是荒唐 他一把掐住了白鹿的脖子 缓缓用力 可身上越是难受 他脸上的笑就越灿烂 竟让帝后有种恐惧渗透骨髓的感觉 白鹿缓缓开口 轻轻吐出四个字 白 家 祠堂 四字一出 帝后心境顿时大乱 手下意识的一松 白鹿咳嗽着摔倒在了地上 他捂着脖子仰起头看着他 满是嘲讽说 祠堂里有什么 再清楚不过了 刚才还一脸泰山崩于前而四不变的帝后双眼赤红 他一把抓住了白鹿立声吼 说 白家祠堂怎么了 那可是白家的命脉 而且帝后已经用习惯了那些精纯的能量 甚至苏灵念也没少用 若是那些能量也没了 他的叶儿还怎么在同情引压众人 白鹿看到帝后震惊的表情 得意的笑 祠堂没了 白鹿马上就要神魂离体了 为了挑拨帝后和白家祖老的关系 利用现在的身躯使出苦肉计 让老谋深算很毒的帝后也入了他的坑 就在刚刚 白鹿被帝后的威压上的口吐鲜血 然后却安安静静地笑了 祠堂没了 短短四个字却在帝后的心里翻起了滔天巨浪 什么祠堂没了你胡说 帝后几乎都要站不稳 他要亲自去白家看看 那可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鸡叶 怎么说没就没了 就在他转身往外走的时候 却听到了身后白鹿的呵呵的笑声 帝后转过头猛地看向白鹿 白家鸡叶毁了 你为什么在笑 他这个侄女 以前一直都是喊他姑姑 很亲热地喊 可他有多久没喊过了 即便喊 也都是阴阳怪气的 性格也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只是天赋好了 会变化这么大吗 帝后脑子里忽然一个念头疯狂地闪过 你不是白鹿 而就在此时 白家的几位祖佬正飞快地往皇宫里赶来 他们一醒来就发现白鹿不在了 一听外面的奴仆说 白鹿往宫里去了顿时下的三魂六魄都没了 二祖佬一边往皇宫的方向赶一边说 大祖佬 你说这白鹿怎能独自去见帝后啊 大祖佬这回心里早急的发慌 帝后还不知道白家祠堂的事吧 他心里只有他那个受伤的女儿 哪还有心思管白家的死活 在发现白家根基毁掉的时候 大祖佬从绝望到如今的接受现实 胸中一股怒火无处发泄 自然会迁怒到对白家不闻不问的帝后身上 二祖佬也对帝后意见颇深 这些年帝后没有为我们白家付出 每次的精唇液却又数他拿的最多 大祖佬养牙 好了 不就是精唇液吗 白家家大业大 是损伤了元气但不是致命打击 他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如今只要咱们好好培养陆儿 未必不能重现白家最辉煌的时候 大祖佬想到白露就觉得心里舒服了很多 也是老天不枉我白家 给了咱们一位绝世天才 二祖佬此时还是担心不已 可陆儿先行一步进攻 万一帝后又发疯 陆儿要是出事 我们真不能再放任帝后了 大祖佬摇头 心里却有些不安 他到底还是白家家主 我只是担忧帝后看中了陆儿的便衣吃名狗 要强行驱给苏林燕 二祖佬听了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 顿时脸色变了变 大祖佬急得额头冒着汗 快 咱们快点过去 房间里 白露已经痛得麻木了 可他心里却前所未有的爽快 你到底是谁 地后盯着白露 只觉得毛骨悚然 纵然他有小神经的实力 可看气息茶血骨就是白露本人没错了 为何看不透他的真身呢 这世上竟然有这么诡异的事情 白露的目光落到了地后的那只断纸上 那是他当日咬掉的 白露缓缓露出一个笑 轻声说 我是谁 很好奇是吧 我是来取你命的人 他就不告诉这独复自己是谁 他要让他以后每一日都在恐慌中度过 让他想起今天这一日 就觉得有利刃悬在他头上 白露看着地后急迫的样子 笑得越发灿烂 我会一次一次 拿走你最重视的东西 上次他拼死咬掉了地后的一截手指头 这次他要拿走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地后气得浑身发抖 这小小蝼蚁竟然胆敢算计他 就凭你 我只要告诉白家祖老 你不是白露的事 倒是自有千百种方法让你开口说真话 白露抹掉嘴角的血迹 轻蔑地笑着 你刚才说 一样的招式不能用两次对吧 我告诉你 这句话是错的 不等地后反应过来 白露反手抓住了地后的胳膊 那张只能撑得上清秀的脸上 竟然有了几分妖艺的感觉 话音落下 还不等地后激讽 一柄匕手就被白露自己抓着插进了肩膀 那是他的左臂 同时也是真正的白露受援所在之处 地后吓了一跳 惊诧不已 你干什么 白露根本不搭理他 他像是感觉不到痛 拔出匕首 眼睛眨都不眨地刺入了自己的心脏 地后瞬间傻眼了 老魔声算的他也被眼前的银鹿震惊倒 白露缓缓地往后扬倒 直到倒下去的那一刻 他的眼睛还死死盯着地后 看到地后那失魂落魄的样子 有一种很畅快的感觉 这一次 我要从你手上拿走白家 白露扯了扯唇角 期待我醒来的局面 话音刚落 白露眼前一黑 神魂念念的魂魄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身躯 原心最欣喜地将附生的念念抱在了怀里 就在刚刚 白露用了近乎自残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然后眼前一黑 神魂立刻离体 念念的魂魄正飞向百里之外 但地后不知道啊 在他看来 这女人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之后 他竟然自尽了 他是不是疯了 有谁会把自己的命拿出来做堵住的 而且 这女人竟然十分诡异地说下次还能再见 地后就像是被用一盆刺骨寒水从头浇到尾 而此时沉重的大门被大祖老一脚登开 两个祖老几乎同时急迫地叫着 路儿 与此同时 他们近乎绝望地看到 躺在一片血泊中的尸体 心中最后一点希望破灭在眼前 大祖老不死心地蹲下身子探了探白露的鼻息 人早已气绝身亡 而且还发现这具尸体上不仅有致命一击的伤口 身上的骨头 膝盖全碎了 血脉逆流气壳流血 显然死之前遭受了非人的虐待 寿源所在的位置被人弯开 但没来得及拿出来 大祖老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 脸上阴沉沉的 他再也承受不住 轰的一声 整个房间都炸裂开来 大祖老也是天灵境强者 虽然不及小神境 但也是绝对的强者了 地后慌忙护住苏灵燕 你疯了 随即向大祖老释放出阵阵威压 二祖老气愤不易双眼血红 这是我们白家天赋最好的孩子 白领里都做了什么 然后大祖老抱起地上的白鹿 眼神很利 被地后失望至极 丧心病狂的东西 你年轻侄女的寿源都要挖 你不配再做我们白家的家主 大祖老眼神阴沉的可怕 他死死地盯着地后说 我们白家 不需要一个只为自己女儿考虑 却不考虑家族的毒妇 地后浑身一震 他此刻 终于明白白鹿闭眼之前 那句我会一次一次 拿走你最重视的东西的意思 包括故意承受小神经的威压 让躯体看起来饱受虐待也是 他是计划好的 地后纵是有千张嘴 也说不清到不明 完完全全被那丫头给算计 这是天灵镜强者的威压散开 整个屋子都炸开了 几个女奴们害怕被战斗波及 纷纷从里面跑了出来 正好让拿着一群匆匆赶过来的 庄贤给撞见了 他随便扯了个人诧异的问道 怎么了这是 女奴面色惨白 声音里充满恐惧 他们说 说地后杀了大小姐 这句话如平地惊天地雷乍响一般 庄贤瞬间明白了什么 几乎站不稳 然后手一松 那洁白的裙子掉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脸在百里外的一处售车上 靠在原心碎肩膀上那具毫无气息的躯体 猛地睁开了眼睛 他回来了 原心碎欣喜地看着怀里的面面 两个仔仔兴奋地叫了一声主人 然后直接扑到了他怀里 因恋许久不用自己的身体 本来还以为回来之后 纹身肌肉都会很僵硬 他伸了伸自己的手臂 惊气不已 我的肩膀之前没这么舒服 还有这肉体强度 他扭头看向了坐在旁边的原心碎 诧异的不行 你对我做了什么 原心碎眨了眨眼睛 只是为保持你躯体不死 每日用凌厉温养 因恋猛地瞪大了眼睛 怎么可能 没有人可以直接帮他人引凌厉温养身体 原心碎其实有点困了 他自从离开白头山之后就没睡过一个整觉 见因恋一脸不敢置信地盯着他 你不信 他又懒得开口说话 直接将人往自己面前一拉 因恋处不及防下就被他拉进了怀里 因恋顿是小脸胀的通红 凑近了他就闻到了原心碎身上的一股极蛋的异香 不难闻 却让人觉得晕晕乎乎的有点痴迷有点沉 念念黄昏后身体竟然比以前还好 原来他的身躯一直是原心碎用灵力在滋养 所以不服不滥 原心碎欣喜地一把将念念抱在怀里 但是下一刻念念就感觉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脖梗上 那手冰凉 刺得阴念浑身一抖 可还没等阴念说什么呢 无数的灵力就像疯了一样往阴念身上钻 念念浑身的筋骨都开始刺痛起来 他连忙喊 够了够了 强行塞进来的灵力让他觉得又胀又痛 但确实是能为他所用的 这 这难道是你们线族的能力 线族已经消失太久了 再加上阴念自己又一直被关在身躬之中什么都不清楚 原心碎没有回答 他只是满脸困倦地打了个哈欠 然后非常自然地摁了摁念念的大肚 念念不仅浑身一抖 满面通风 哈 他亲过他 念念经的半天才吐出一个字 原心碎有些撑不住了 直接枕在了他的腿上 原本往日李烟红的唇都失去了血色 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 我睡一会 原心碎说完这话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念念顿时手足无措 冷冷地看着原心碎 原来他并没有恶意 他是把他当成了枕头了呀 百遍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盲解释道 主人 外面爷爷说 他是为了给你抹掉那封印才这样的 念念这才反应过来这是在售车上 百遍指的应该是外面驾车的人吧 念念立刻掀开帘子 外面有几十位黑袍人 齐齐地呼着马车向前走去 大长老转过身 见内被他们少主捧在手心里 小心呼着的姑娘醒过来了 他也不敢怠慢 关心地问道 念念姑娘 您觉得身体如何 念念吓了一跳 这些人又是哪来的 这时候马车已到达了万寿国中心 急事上热闹非凡 人来人往 马车缓缓向前驶去 明念看见了不少从皇宫里出来的人 正在各处巡逻 念念不免有些担心 皱了皱眉 这里面说不定有见过我的 又不能戴面具 自魔族余孽用了面具之后 万寿国民令禁止不许国民再戴任何面具 大长老一下看清了念念的疑惑 从怀里掏出一个药瓶 姑娘 这个给你 一绒丸 一颗可以维持八个时辰 一绒丸可是稀罕药 这东西的珍惜程度也就比换红丸差一些 正好他和辣辣都需要这个 百变倒是可以自己控制着便利 不必吃这个 念念诧异不已 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个 大 长老继续说道 少主说过最好别让姑娘露脸 我们是服侍少主的人 五周吃鬼谷 不知道姑娘听说过吗 念念有些警惕地看着大长老 原心碎是吃鬼谷的人 他不是县族人吗 难不成这些人是知道了原心碎的身份 见一念眼中的戒备 大长老瞬间明白 然后笑了笑说道 姑娘不用担心 少主县族人的身份我们都知道 我们吃鬼谷就是为了等待少主的出现 才延续至今 宁愿文言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松了一口气 然后他又有些着急地说 我们现在是去哪 他还想看看地后那边的事情发展情况 现在还不能离开万寿国 大长老一听 就知道念念还不想离开这里 于是说道 姑娘放心 少主交代 得等姑娘开口说走我们才能走 现在是去我们吃鬼谷暂时的落脚处 吃鬼谷作为五周拔尖的大势力之一 落脚处自然是在万寿国最好的地段 过了片刻 马车停了下来 大长老礼貌地摊开手 满脸堆笑 来 姑娘请下车 宁愿倒是想下车呢 可谁让某人还躺在他腿上呢 宁愿拍了拍他那张清澄绝色的脸 拍得大长老心疼得不行 原心碎 醒醒 谁能想到小小的药丸 竟让美女换了一张脸 硬是让熟人都没认出来 就在刚刚到了赤鬼谷的大门前 念念使劲拍打着原心碎的脸 但原心碎碎得很沉没有醒过来 赤鬼谷的马车在路口停留的有运回 几大势力的人都瞧见了 周绍玉宁没看向路口的方向问 赤鬼谷那群人搞什么呢 旁边的吴雪满眼都是震惊 他看着轿旁的黑衣人猜测着 那是他们大长老 赤鬼谷谷主从来不曾出现过 一直都是大长老掌权 可他为何这般卑躬屈膝 他们两人齐齐往马车上看去 下一刻 一脚红裙从里面样出 一只纤细的手撩开帘子 那红裙如 一个女人从轿中防缓走出来 周绍玉没看裙子 倒是挑了挑眉 是个女人 吴雪可看的比男人仔细多了 赤沙 随后震惊的捂住下巴 那女人身上穿的是千年前 就彻底消失的赤沙 难不成阴恋身上穿的是件古董 赤沙 只需要穿戴一小片 就可以加强火灵和自身的契合度 而念念却穿了这么大一块 这是有多好横 这可谓是难对一件的稀释珍宝 而她身上这件赤沙的来源 却是魔剑里老妖婆擦桌子用的布 当时老妖婆随手就丢给她 她还嫌弃来着 周绍玉感叹道 她是火灵系吗 看着很厉害的样子 好想和她打一架 而音念却正和那大长老说着什么 大长老死命白首 抵死不从 音念吃了药后五官就出现了点变化 还有从前的五分模样 虽然不及原本经验 但依然很漂亮 随后她钻进了售车里 她竟然从车里抱了一个男人下来 这一幕只让周绍玉和吴雪木蹬口袋 是真的抱 还是打横抱的 周绍玉这回开口有些结巴 男 男宠吗 她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 有不少女强者底下男宠都一窝一窝的样 但很少会出现喜欢男宠到当众抱她的样 这是真宠啊 吴雪猛地看见了男宠的脸 声音几近颤唬 是 是那个阵法师 内听云心碎的微压逼迫的他们这些天骄 不得不低头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音念和吃鬼骨的人静直进入了院内 这院落非常大 从里到外守卫都极其森严 周绍玉看着女人被吃鬼骨的人簇拥着上前 感觉这女人肯定不简单 诧异不已 这女人什么来头 音念小心翼翼地将原心碎放在了床上 然后才放心地舒展了自己的身体 这个大长老 连自家少主都不敢抬 非得让我来 百变有些蠢蠢欲动地从她袖口里 探出自己圆溜溜的脑袋 主人 我们抓紧出去看戏 音念惊奇地发现 百变圆溜溜的脑袋上拱起了两个小包包 摸着手感还挺好的 谈谈的软软的 念念有些不解 百变 你脑袋怎么长刀了 百变兴奋地告诉主人 我要进阶了 出生灵兽称为初元兽 之后便是灵元兽 神元兽 离奇等级 灵兽更看重血脉压制 这时辣辣不甘示弱的 抖了抖自己身上的蕴蜂 哼 我也要进阶了 肯定比你这条虫子快 眼看两个仔又要吵起来 音念立刻说 别吵架 走 我带你们看热闹去 地后的热闹 百叶家的热闹 他都不能错过 音念带上两个仔就往外面走 才走出一段路呢 拐过脚就撞上了一个人 抱歉 对面那人脸色苍白 音念看清楚那人的容貌后 下意识地开口 庄贤 小女子这是有多豪横 在众目睽睽之下 凌空横抱起一个男人 还将男人一路抱到了床上 随后音念带着两个仔仔 去皇宫看热闹 正好撞见了熟人庄贤 一时忘了自己变了脸 立马打起了招呼 庄贤 庄贤听见声音定睛看去 对上了一张完全陌生的脸 他露出疑惑神情 姑娘 你认识我 音念这才想起自己用的 不是白鹿的身体 但是他也不慌 不疾不虚地说 庄贤公子在斗兽国宴一战成名 那天去看了比赛的人 谁不知道 说起斗兽国宴 就让庄贤想起了死去了的白鹿 斗兽场上白鹿 一直都对他十分友善 可现在他死了 还是被帝后杀死了 想到这里 庄贤不仅心里发了 而那天被逼出宫 他原本以为他是要故意欺辱他 才抓着那点小事 让他去给他买裙子 当日来人特意说明 帝后只传唤我一人 就十分可疑 还有那天在深宫最后一眼 白鹿最后的眼神 细想来更像在警示我 如果当日我也前去 是不是也会死 想到这里庄贤浑身一颤 不行 我得赶快回山庄 如果帝后真要杀我 一定还会再出手 音音看着他的脸色变来变去 主人我们快去皇宫啊 百变迫不及待的小声催促 他好久没跟着主人一起搞过事了 好激动啊 念念牵着两个仔仔便转身要走 却突然感觉周围 多了数道地 临近巅峰强者的气息 百变和辣辣第一时间 挡在了念念身前 辣辣小小的脸蛋上 竟是戒备的神情 主人小心 庄贤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就有十几号黑衣人 一起将他和念念他们围了起来 庄贤眼瞳狠狠一缩 地临近强者 你们是地后派来的人 黑衣人们眯起了眼睛 小子挺聪明 既然都知道了 就乖乖地跟我去皇宫 免得受皮肉之苦 可这么聪明的小天才 也不过是他们地基的垫脚师而已 要知道地后 可是在皇宫里歇斯底里的发疯 任务要是完不成 他们也别想活了 庄贤瞥了一眼阴面 他不想连累他 我跟你们走 别伤及无辜 黑衣人冷笑着抽出自己的法器长刀 被他看见了 那就不能算无辜了 而此时地临近强者的威压正向念念袭来 念念下意识地 就释放出了灵力固住自己的精力 不然又要捕猎了 那黑衣人吃了一惊 这女人看起来不过才18岁左右的样子 小小年纪竟然已是二星人临近 又是哪个大家族的 动了他会不会有影响 这个念头猜出来 黑衣人却感觉脖子一样 下一刻鲜血从他被割开的喉咙里喷射而出 黑衣人瞪大眼睛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一秒就失去了气息 旁边的黑衣人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老大 音乐也吓了一跳 谁 然后听到了身后素素的声响 他转身对上了一个缺了大门牙满头乱发一只脚穿鞋 另一只脚光着的老乞丐 老乞丐看着仿佛一只手就能闷到 那双眼睛却亮得出奇 庄天问也真是 自己儿子都被围起来打 也不来管管 还用上了唯一的人情 要我这个老头子帮他 他打了个阁 说着庄家人 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阴面 庄贤见这人的庄术 就知道是父亲用那传话令牌叫来的人了 这位应当就是当年庄天问的那位神秘师父 庄贤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施工吗 老乞丐却朝着他嫌弃地摆了白手 离血站边上等等 一扭头 他就无视了那些怒视着他的黑衣人 一脸从容看向一念笑眯眯地问 小姑娘爱 有师父没 庄贤的圣麒麟让他一鸣惊人 但也给他惹来了麻烦 地后为了得到他的寿源和圣麒麟 竟派宫中高手来抓庄贤 但他们连一念也不肯放不 正当年年遇到危险之时 杀手的头头竟被一根红线割开了咽喉 原来是一个老乞丐所为 这老乞丐看到念念就两眼放光 念念警惕地盯着这老头 拉拉和百变一看这老头来者不善 雇主心切 两人立马挡在了一面前面 满脸的戒备 则 你这矮蹲子 老乞丐盯着这两小不点 说着说着脸色就变了 他的眼神就像利剑一样直穿透对面的人 宁恋立马感觉到危险 立刻就将拉拉和百变拉到了自己身后 自己挡在了最前面 老乞丐盯着英念的目光灼热又明亮 都说这玩寿国出了个天赋异禀的地基 那地基老头我也远远瞧过一眼 可哪比得上你这小丫头的十分之一啊 站在一旁的那些黑衣人 见他根本就没注意到他们 于是对视了一眼 把腿就往外面跑去 笑话 他们老大已经被人割喉了 这回要是还往上冲那就是找死 见他们要跑 英念连忙用手指着他们的方向 下意识地喊 别让 话都没说完 只见那些人维持着那往外奔跑的姿势 可上半身却被丝线完全地切割开 那些人全都砸在了地上 砸出一个个血色的坑洞 而所有的丝线都被这老乞丐抓在手上 竟然没有沾一滴血 而周围浓郁的血腥 为刺激的人的眼睛都变得酸痛了 可老乞丐还是若无其事那副笑秘秘的样子 咋样小娃娃 要不要认我做师父啊 看来这老头是看上念念这徒弟了 还非要自见做他的师父 我见所有魔都是英念的师父家人 他又怎么会再要一个师父 而且还是这种十分怪异不知底细的人 抱歉 一句话还没说完 英念觉得脖梗一痛 整个人直接就软了下去 直直地倒在了地上不省人事 老乞丐一招手 英念就被他一把抓了过去 扛在了肩上 嘿嘿 你不说话 那老头子就当你同意了呀 辣辣和百变怒吼了一声 直接朝着老乞丐扑了过去 放开主人 但下一刻 辣辣和百变就被他直接敲晕了过去 然后老乞丐将他俩扛在了另一个肩头 两个肩头都扛得满满当当的 只见他黑黑笑了两声 不愧是神兽啊 收益赠二 划算划算 快看年年一家要被老乞丐掳走了 庄贤目睹了这一切 这时候要是还看不出 他这师公是小神经强者的话 那真是白长了一双眼睛了 他看得心惊肉跳 他知道这位师公做事情十分随心所欲 但也没想到人家说都没说就把姑娘打晕了 便上前劝说道 师公 这位姑娘是无辜的 那老头不以为然 笑嘻嘻地说 什么无辜的 你没见人家答应做我徒弟了吗 庄贤很无语 这个师公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 明明是人家刚要拒绝就被你一拳打晕了好吗 庄贤语重心长地继续说道 师公 你这样是不行的 收徒讲究你情我愿 而且人家说不定有师父 刚说完 老乞丐不耐烦地一挥手 啪的一下 庄贤也软软地倒不下去 而他这一仰手 百变和辣辣也掉到了地上 他看着地上的庄贤 没好气地说 小娃娃推能老倒 和他父亲年轻的时候一个德行 不好不好 老乞丐将装衔往自己的右嘎吱窝上一架 左肩上又扛着阴念 老头子我还缺个关门弟子呢 就你俩了 庄贤问那臭小子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做了错事毁了根基 没想到生出来的孩子还挺争气的 这回老头子扛的扛 抱的抱 一拖四 搞得个满满当当 心满意足 出门就个人还收了俩徒弟 不错不错 老乞丐一步三抖地往外面走 没走一步 他的距离竟然就往外窜出了好远 然后忽然顿下脚步 像想起了什么 皱了皱眉 不对啊 刚才那些非裔人 说是皇宫里那个丑婆娘派来的吧 他摇头晃脑 疯疯癫癫地自说自话后还生气了 老乞丐脸色越来越沉 就和六月皱变得天似的 动我徒弟 一动就是两个 这不是打我老头的脸吗 反了他 这老乞丐还真有趣 自顾自认了两徒弟 还要替徒弟出头 随后老乞丐顺行千里 老乞丐那熟悉的身影 欣喜不已 老师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砰砰砰 几人兜头就砸在了他身上 接着 我新收的徒弟 老乞丐冷哼了一声说道 庄天问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被禁得目瞪口袋 只好照做连连去接这几个昏睡的娃 哪知道下一刻 老乞丐不客气的一拳就奏向了庄天问 别乱叫 我和你的师徒缘分在你不听我劝道 非要逆天而行的时候就已经断了 只见他活动着刚打人的手腕 看着面前的庄天问 心里还有些怨气 这次你把咱们最后一点人情也用掉了 我以后都不会再见你了 庄天问红了眼圈 哽咽着说 是 徒 我知道了 老乞丐满脸严肃地往外走了两步 却又猛地回来戳着庄天问说 那虽然我和你师徒缘分没了 但你儿子我还是要带走呀 庄天问心里惭愧不已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然后老乞丐转身就往外走 帮我照顾好我的徒儿们 我去教训教训北婆娘 庄天问目送的这个看起来有点神经兮兮的师父 但心里又满是敬畏 不知道这师父又要搞 你见过用戏线就能将人腰斩了吗 这个看着有点神经兮兮的老乞丐竟不费吹灰之力 让来抓庄贤的人全部领了盒饭 老头并强势把阴念和庄贤收为徒弟 还是要为徒儿们讨回公道 此时的皇宫里 地后正傲慢的一脸阴沉地坐在大殿之上 此时们还没回来吗 一个侍卫战战兢兢地打倒 没有 随后他便大发雷霆 真是废物 带个连灵体都没有的废物少爷们 竟然这么慢 可他哪知道 自己的死士已经变成了死士了吗 地后烦躁地满脸阴郁地捏了捏自己的眉心 自他的女儿苏林燕受伤 白炉又来脚的天翻地覆 和阻挡的关系也逐渐恶化 都让他头痛不已 他这两天连睡都睡不安稳 一闭上眼睛就是那狡诈的女人满脸血地瞪着他 音笑着冲他喊 我会夺走你的一切 等着我 明明他都已经是小神经强者 可睁开眼睛时他还是会觉得一身冷汗 自从他成了白家家主之后 还没遇到过一件不称心的事 可如今这几二连三的是直角的他心神不宁 白家族老也不听我的 然后他愤怒地一把扫掉了面前桌案上摆着的所有东西 脸都变得扭曲令人毛骨悚然 只见他破口大骂道 全都是废物 蠢货 他那近乎疯狂的样子直下地伺候的女女们瑟瑟发抖 生怕他一个不高兴就要拿他们出气 随后地后发了疯的怒斥道 再派人去找 不就是找个装贤吗 这么费劲 可谁料还没等下一拨人出去呢 整个皇宫猛的一阵 轰了一声巨响 一阵骂人声如雷贯耳的传来 瓜婆娘找人暗算我徒儿们 给我滚出来受死 地后寻着声音出去就看见了一个巨大的人形 小神经强者 巨人族 那人形高大的像是要窜上天空 他一只手还拿着酒壶蹲蹲蹲的往里灌了两口酒 原来是一个酒疯子来砸场子了 地后眼瞳狠狠一缩 惊诧不已 巨人族不是早在两百年前就消失了吗 怎么又出现了 他不敢轻敌 深吸了一口气 下一刻一个巨大光阵从他脚下伸展而出 哄 光阵里传来了灵兽的怒吼声 堪理小神经强者的神源兽怒吼声 巨大的身躯直接从光阵挤了出来 他背上长着长长的疾刺 四肢粗壮宛如晴天巨主 一双血红色的眼睛毫不畏惧地盯着老乞丐 准备随时对老乞丐发动致命攻击 与此同时 一道道强横的天灵境气息也从皇宫深处冲天而起 他们悬浮于空中 带着自己的灵兽汇聚到地后这边过来 满脸疑惑地询问道 地后这是怎么回事 巨人族不是早就消失 了吗 地后宁神看着面前还在灌酒看起来醉醺醺的老头 没有消失 一些血脉特殊的种族只是血脉凋零 但不代表他们一人都不存在了 巨人族也算是得天独厚擅长战斗的强大的种族了 这是地后旁边一个勾搂着身躯的老婆婆 有些生气的质问道 不知我万寿皇室是怎么招惹到你们 竟然公然打到我们皇室中来 难不成巨人族就这么不将我们皇室放在眼里吗 话音刚落 只见老乞丐就猛地伸出巨大的脚 一脚踹翻了离得最近的一个宫殿 老头怒视着地后 还是那副最熏熏的样子 放在眼里 踩在脚下老头我都觉得不紧气 瓜婆娘我问你 为何伤我徒儿呢 地后顿时就想到了庄贤 他今天只抓庄贤了呀 可哪里来的们呢 难道是有什么误会 于是地后还算镇定的说 我并未伤赢的徒儿 你徒儿兴盛名水 家住何方 这个极其恶毒的地后召唤出无比强大的神兽 对付耍九封的巨人族老乞丐 竟然不堪老乞丐一拳头一击 被揍的趴在了地上 就在刚刚这个老乞丐瞬间变身成比天高的巨人 人站在他面前就像一只蚂蚁 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地基看到如此强大的对手 也心生畏惧 他还不知道是得罪了什么人 正在这时老头本来是要勇猛地喝一口酒的 谁知道一下灌得太急 被那烈酒呛了一下 老乞丐被呛的泪花都飙出来了 只见从他嘴里喷出一口酒来 一怒之下又踹翻了一个宫殿 怒骂说这是什么酒 一点都不懂事 地后还没受过这种气 满眼血红 你这老头被酒呛到管我皇族什么事 完全是胡闹的一个酒疯子 随后他愤怒用手指着那老头 恶狠狠地说 气人太甚 战神 杀了他 他的灵兽名为战神 主人一声令下 那巨大的四角兽猛地就对着老乞丐冲了过去 老乞丐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 只见他大喝一声 来得好 然后直接握拳迎了上去 战神是以力量为主的 可他那颗巨大的脑袋 碰上那只比他脑袋远不如的拳头时 战神突然哀嚎了一声 轰了一声 他直接被砸飞了出去 倒在离地后不远的地方 鲜血直溜 围观的人全部都被吓了一跳 连忙提醒道 好强 地后小心 早知道巨人族的人能打 却没想到竟然连体质比人族都要强大的灵兽 都奈何不了他 那些天灵境强者可不夸丢人 见状立刻上前劝说 这位前辈 说不定是场误会 劝您及时收手 不然等我们整个皇族都出手 前辈可就与我们截下死仇了 老头插着腰 目视着他们 什么误会 我还能弄错了不成 都被我听好 我那徒儿叫 他忽然顿了顿 那小丫头叫啥来着 装听问的儿子又叫啥名 他混混顿顿的脑袋一时之间想不起来 一见眼前这些人还都眼巴巴的盯着他 听他驯话 但他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一时之间脸色难看 面上一点都挂不住 他手一仰眼睛一瞪 木骂说 咋 我说打就是要打 谁给你们的脸皮子问东问西 众人一脸猛逼 对这爱发脾气不讲道理的老顽童也真是无语 带缓过神来 地后看着老顽童没有罢休的意思 看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于是他对一旁的灵兽命令到 战神 给我杀了他 战神领命立刻满血腹火跳起 和自己主人一块冲了上去 两方顿时如星雨相撞 天崩地裂 火花四溅 谁也不让谁 小神镜强者对战 那可和之前一面那小打小闹完全不一样 圣山宗也好 明天学院也好 这些强大实力这次带队出来的负责人 都一脸震惊地看着面前的一幕 成山宗的人皱紧眉头 惊叉不 这皇宫最近真是个多事之秋 接二连三的出事 于是问道 这是怎么了 又是皇宫 旁边圣山宗的一个人犹豫着说 长老 咱们去看看吧 毕竟地基已经确定了以后要入我圣山宗修行 他们还是很看重地基的天赋 一场惊天动地的恶战正在上演 地后和老乞丐打得不可开交 引来了拥护皇室的一些强大势力的关注 站在不远处的圣山宗的长老 皱皱眉挥手势一刀 去吧 他们还是很看重地基的天赋的 虽然神兽被偷 但圣山宗的人认为这只是暂时的事 竹宠契约可不是那么容易断掉的 而且凤云难求 以后还能找到不少厉害的灵兽 潜力尤在 正在这时灵天学院的长老 也明媚对弟子们说道 走 我们也去看看 这时周绍玉和吴雪也带了一帮人 向帝后他们这边走过来 周绍玉还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看热闹去了 小神静强者的交锋 对他们这些小辈来说 哪怕只是站着看看 都能觉得兽益无穷 只听了轰的一声巨响 皇宫已被废了一半 老乞丐和帝后瞬间交战了几百回合 帝后受了轻伤 老乞丐也挺狼狈的 皇宫里还有其他强者 也都招来了自己的灵兽 将老乞丐团团围住 老乞丐渐渐路颓势 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只听到一声 欺人太甚 接个托死他 老乞丐猛的一声力喝 就凭你们 大家提起十二万分的小心 结果嗖的一声 老乞丐脚底抹油直接开溜 哈哈 不陪你们玩了 老头子我要吃饭去了 帝后感觉被这九疯子耍弄了一回 他几时受过这种气 直气地呕出一口血来 太贱了 这老东西太贱了 老乞丐回到山庄 还不等庄天问说什么呢 直接又将还昏着的两人一把夹住 我走了 这两个娃武会好好照顾 庄天问对这随心所欲的师父表示很无语 而与此同时 在赤鬼谷住所中 沉沉睡着的袁心碎终于睁开了眼睛 他被小神镜强者打架的威势波动震醒了 睁开眼睛的时候满眼都是烦躁 大长老见状立刻凑上前来 少主 阴醒了 袁心碎没回答他 而是习惯性地往床铺旁边一摸 摸到了一手空 他瞬间清醒了 猛地从床铺上直起了身子 闭脸阴沉地问 念念呢 大长老随口说道 姑娘他出去看热闹 他这才想到好像音念出去的时间有点长了呀 半天都没回来 希望没有出什么事 袁心碎 一听他的娃娃不在 只觉得头隐隐作痛 不假思索地说 去找 大长老不敢耽误 立刻派人去找 可两个时辰过去了 他们找遍了万寿国也没发现音念的人影 大长老都快急哭了 这可是他们少主放在心肩上的人 要是不见了不知道少主会怎么样 于是他哭丧着脸声音哆嗦着说 少主 找不到啊 袁心碎脸色平静地让人觉得可怕 他之前说他去哪了 大长老低着头 不敢看袁心碎 他明明先前就已回答过这个问题 而这时他也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声音寂静颤抖着重复着那句话 去 去皇宫看热闹去了 袁心碎缓缓吐出一口气 抬起眼眸 里面一片冰霜里面 他一下就想到了那阴险的地后 他与那地后有仇 随即他站起身来 静止往外走去 去问问地后就知道了 他觉得念念是被地后给抓住了 大长老知道这地后狡诈的 他说出心里的疑惑 地后能说实话吗 袁心碎笑了笑 眼底却一点笑意都没有 没事 打之半死 总能说 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强 他手一抬一个巨大的阵法笼罩在所有人的头上 从阵法里巨石倾泻而下 是要把皇宫移为平地 就在刚刚乞丐打完之后 地后看着这一片狼藉的地面 手指尖都在发抖 他真想杀了那个九疯子 见皇宫这样子 一些护国大将也忍不住跑上前来 那巨人族的人为何说您伤了他的徒儿 为何会得罪如此强大的隐士强者 地后 这是你是不是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刚刚赶到支援的其余皇室分支也来了 他们气得更狠了 这些年地后就指手遮填 越来越血弱他们这些旁支的势力了 如今看皇宫被毁坏成这样 皇室颜面何存 这让他们在万寿国还有什么面子可言 地后面色铁青 声音的冷冷的 我怎么知道 他个九疯子来耍九疯罢了 抓了庄贤 他心里在想着 可明明他只针对庄贤 为何听那九疯子的意思是还有别人 战神被老乞丐打的身上都躺着血 他满身烦躁 地后都有些控制不住他 连忙将他召回了自己的灵兽空间里 几大势力的人在这时也终于赶到了 圣山宗那位长老走在最前面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地基怎么样了 见圣山宗果然看中自家女儿 地后的脸色这才好了一些 笑着说 燕儿并不在宫中 我让他去别宫休养了 所以无碍 辛苦诸位来一趟了 虽然地后一开始看中的势力是赤鬼谷 因为几大势力中 赤鬼谷里的阵法是很多 各方面的人才都有 实力深不可测 可赤鬼谷的那些人来是来了 可他们对燕儿过于冷淡 地后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自然不会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 眼看那些分支的皇族们都不满地看着他 却又在他和这些大家族的人交谈时 露出难以自制的羡慕神情 地后心底的烦躁稍稍平复了一些 这些老不死的心里有想法又如何 他女儿是天生奉元 在这些大势力面前也得脸 临天学院的人看了这只剩下一半的皇宫 他们的大长老忍不住问 你到底做了什么呀 让人家这么不管不顾地打上门来 另一个长老对地后摇了摇头说 真是没想到巨人族 竟然不是消失只是隐士 这隐士家族可不好得罪 虽然你也是小神镜强者 但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当是一星小神镜 大长老转而说道 那位巨人族 至少得是五星小神镜了 这样的人可不好得罪 他们心里清楚 要不是皇宫里人多 老乞丐就孤身一人 还真能给他一锅端了 地后被他们说得脸清一阵白一阵的 可这些人可不是分支皇室 他们说得他不敢反我 地后却还是牙将嘴硬 我皇室也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 而且让他也不敢反 再来 我必定杀之 话音刚落 只听了轰的一声巨小地动山摇 地后他们个个瞪大了双眼 寻声看去 一个巨大阵法直接笼罩在了众人头上 黑色阵法里散发着恐怖的威压波动 在地后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无数的巨石从内阵法里轰隆落下 烈焰将周围空气都扭曲成颤抖的明朗 直接砸向了还剩下一半的宫殿 圣山中的人大喝一声 躲 躲开 一群人齐齐往外面退 皇宫里的人浑身发抖地往外面退 是谁 这次又是谁 地后尖叫的喊声中隐约有几分崩溃的滋味 周绍玉和吴雪这样的少年英才 被自家长辈像林小姬一样拎在手上 心里是又秀又惊 周绍玉很快就看见了 在内阵法之上一个男人 那 那是 那位阵法师大人 男人没竖官 站在内阵法之上垂毛扫下 好似在俯视众生 众人吓了一跳 抬起头果然看见了最上面站着的圆心碎 皇室分支的一个人不紧大叫 堪比小神经的阵法师 皇族分支的人彻底疯了 不管不顾地朝着地后跑响 白铃 你到底做了什么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